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那宴 那么现在中国的疫情呢 可以说已经是在接近20个省市爆发了 可以说中国的疫情的越来越严重 遍地开花呈现出这样一种架势 当然很多人说中国的疫情的不严重 一天才几十例嘛 对不对 比你美国几千例少多了 美国报道的数据呢 我们知道都是非常透明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怀疑的 很多人呢 还甚至怀疑美国的数据是爆高了 但是中国呢 则完全是恰恰相反啊 数据不仅是不透明 没有任何可信度 那么就算是真实的数据啊 只有几十例 就算你说一天只有几十例 但是啊 就是这几十例啊 可以说把整个中国14亿人啊 折腾的天翻地覆的 很多地方呢 完全是集中营市的一种观念模式 现在越来越邪门啊 真的是 很多地方是开启了随便抓人的一种模式 也是 可以说在这种极端隔离 以及防疫的政策之下 中国底层呢 完全进入了一种生死有命的一种地域的模式 那么今天这些节目呢 我也不了这些宏观的中国疫情这么严重啊 我就说几个普通人的在网上流传的非常之广的真实的事件啊 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广泛的反响的 我看在海内外很多人都在关注 可以说啊 这是中国底层人的发出来的一些求救信啊 那么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得救 其实啊 说实话 看到他们的一些遭遇啊 非常具体 非常真实 仿佛呢 就是看到了自己国内的亲戚朋友在遭罪 在遭难 那么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呢 我确实也是非常痛心啊 但是能力有限啊 不能为他们做什么 只能在这里啊 帮他们呼吁一下 希望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能善待这些在他们眼里啊 连楼仪都不如的一些底层人 那么这里先说的是云南瑞丽的情况 这是一个和缅甸接壤的小城 这里目前可以说呢 因为疫情呢 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集中营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 瑞丽市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天 共五次的全城封锁 全体市民呢 居家隔离 大多数行业都是停工 学校停学 但是啊 经过五次封城 和人均几十次的核酸检测之后啊 仍然是无法清零病毒 瑞丽市的重点行业之一呢 你像玉石珠宝行业 因为缅甸的战乱和新冠疫情的原因呢 玉石直播业从三月份就被禁播 至今呢 还没有得到恢复 实体店呢 就更不用说了 实体店基本上全部都关闭了 霸街上啊 捡瓶子都进不到 那么大部分玉石行业人员呢 都已经退出了瑞丽 娱乐业从三月一直停到了现在 几个月的时间呢 这个瑞丽的人口 瑞减了三分之二了 基本上都逃了 想方设法都逃离这里 我们理解瑞丽市的特殊位置啊 也感谢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们的付出 但是啊 几十次核酸的阴性后啊 可否给居民一条出路 同一小区相隔十几栋楼 都被当作密切接触者 全部拉去隔离啊 不配合就要拿手铐靠人 就破门而入 那么密切接触者的概念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整个小区了呢 超市菜市场不能随便进去 各个隔离的网格之间啊 不能互相流动 低风险区域 什么时候也要变成全体居家隔离了呢 几个月了 不知道零号病人 摸不透传染链 消息传不出去 除了瑞丽人呢 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个城市和当地的居民 在经历什么劫难 比疫情更可怕的 是生活以下生存以上的窘迫 是孤立无援的摇摇欲坠 那么这是一个网友发的帖子 是瑞丽的 可以说还是描述的很真实的 大家觉得这个帖子描述的情形 是不是很可怕 确实啊 我就看到过一个视频了 一群警察是不顾防守的拒绝啊 强行的破门而入 把一家人全部按倒在地 然后抓走了 去强行隔离 可以说确实比纳粹集中营呢 还恐怖 那么这只是一部分呢 我们接着看一下另外一个瑞丽网友的描述啊 他在微博上的网名叫做 请大家关注瑞丽疫情防控 他说这是一则求助帖 中国缅甸边境的云南瑞丽疫情非常严重 当地隔离房条件极差 下雨了 便被水淹 并且隔离区呢 为晚厅隔离区 会遭到缅甸内战的牛弹的袭击 隔离区卫生条件不能保障 有患登革热等传染病的风险 而且隔离费用了14天 是7000元 瑞丽泛亚国际小区 有一个缅甸居民呢 是新冠的密切接触者 现在呢 已经被隔离了 政府在文件明确写上要居家隔离 但是且强制要求居民呢 去隔离区隔离 每天都做核酸检测 并且结果呢 为阴性的居民 也要强制隔离 居民提出酒店隔离 且自己可以承担费用的要求呢 也被拒绝 为了不去条件极差的隔离区啊 选择闭门抗议 那么政府工作人员呢 在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就强制破门而入啊 而且他还发了视频 从疫情开始之初啊 瑞丽就开始封城 且离开瑞丽的名额呀 十分有限 我看了政府上的一个文件啊 这是我插的一句话 政府上的一个文件说 好像说一周 一个小区只能两个名额 就是说隔离之后离开瑞丽 大家想想 那瑞丽人能走吗 一个小区只能两个人 可以说瑞丽人呢 现在也不能做生意 居民呢 是苦无堪言了 而且很多开支都要付 赚不到钱 也逃不走 他说 在国家中央的领导下 在全国疫情防控取得越来越明显 有效效果的同时 却还有地方政府如此霸道 不尊重居民的个人权利 瑞丽居民不是不肯配合政府的工作 只是想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利 想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健康 和满足基本生活的保障 他说这是法治社会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 请大家多多关注 瑞丽救救他们吧 那么这是戴瑞丽发生的一个 可以说是了解瑞丽实际情况的一个人 最后的高帽子 肯定是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 给这个国家戴一点高帽子 真正的法治国家 怎么会干出强行破门而入 把人暗倒在地 然后抓走这种极端的事情 如果大家还怀疑事件的真实性 这里还有一个瑞丽网友发的帖子 可以说真实描述了 瑞丽集中营的真实情况 他说真的没有人关注瑞丽市的情况吗 从3月29号开始 瑞丽市一直处于封城的状态 常住人口从50万降到了现在的10万不到 多少人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要承担隔离的费用 逃离瑞丽 超市不开 菜市场不给劲 外卖的质量也没法保证 而且价格很高 都在哄抬 加尼条件好的也就算了 勉强能活下去 那些加尼条件不好的 本来就是来瑞丽雇工的人 连离开瑞丽的钱都凑不起 政府给的补助是什么呢 就是两盒方便面 瑞丽市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持续了半年还多的疫情 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政府自己要接受去敏甸 做电信诈骗的中国人回国 出现病例了 却把锅甩给在瑞丽 恼恼实实打工的敏甸人身上 把瑞丽千千万万可怜的敏甸人 赶回那个疫情爆发的敏甸去 真的是良心不会痛吗 他说叫人去手边 手边的说给20万 就可以保送到国内 这种事情听起来是天放夜谭 非常荒唐 现在泛亚国际出现了病例 连中国人都不放过 戴着手铐抓人去隔离 管你是不是密切接触者都拉去隔离 你让人怎么活 人家说了 愿意自飞到酒店隔离 你们非把人拉到连床板都没有的板房里面去 这是隔离吗 这是关畜生吧 求大家救救一下瑞丽 这是另外一个帖子 还有一个帖子说的就更惨了 他说我们云南瑞丽市从7月4号到今天 也就是10月24号一直都是封闭管理 要出瑞丽必须申请同意之后 去集中自费隔离期到14天 然后核酸检查之后才能离开瑞丽 差不多瑞丽人到今天都是居家隔离 不能做生意 不能自由外出 孩子上网课论陆陆续续的疫情 随时封控管理 可以说各种政策是招念膝盖 当地新闻基本上没有价值都不报道 只能看抖音视频才知道哪个地方又被封控 哪些人被拉去集中隔离 已经有一部分人流离失所 像告解这些地方 很多人都没地方住了 流离失所 我们普通百姓长期是没有收入 我们有老人 要生活孩子的学费生病 请大家来云南瑞丽了解一下瑞丽人的现状 帮帮我们瑞丽人 可以说这只是非常典型的几封瑞丽人的求助信 所以大家看一下以上四个帖子 瑞丽现在基本上都是封城了一个死城 人口大量的逃亡 50万人口的城市逃的只剩下10万 那么剩下10万人怎么办 都是老弱病残 没有钱交隔离费的 逃不走的 对不对 走不了的 那么没有钱 连城都出不了 可以说只有在这里等死 我估计现在很多都是这些人发出来的 而且很多是被拉去那些连基本生活设事都没有的地方隔离 就像一个帖子说的 连关畜生的地方都比这里强 云南瑞丽是一个去了就不能离开的地方了 你想要离开 先自费到集中营去 隔离7到21天 有一个人不堪忍受 前天是唱完国歌之后 从五楼就跳下来了 直接死了 后来说这个人是断绝了一切的生活来源 没有收入 还有房贷 还有家庭的负担 而且是隔离了近一年 可以说彻底是崩溃了 这个人直接跳下去了 非常恐怖 可以说 这就是中国要全世界抄的作业 这就是中国所谓 中国外交部的战略们说 比美国好五倍人圈的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谁敢去 那么有人说 这可能是云南瑞丽的特殊情况 全国其他的地方是不是都很好了 比这里好多了 可以接受 那么情况真的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帖子 讲述自己非人遭遇的一些帖子 有一个新疆的网友 他到伊尼去旅行 也是被困在了伊尼 然后也遇到了很极端的事情 他说我真是服了 9月29号 我和老婆从乌苏 乌苏也是新疆的一个地方 从乌苏到伊尼 突然发生的疫情就回不去了 说的是17号解封 没结束 22号也没结束 后来说25号28号 后来又说3号 他说我真的是服了 我老婆有重型的再生障碍性的贫血 我们带的药吃完了 现在将近10天了 没有药吃 整个伊尼找番了 也没有找到药 今天打电话说了 让我们坐火车回 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小车 说的是自驾车不能回 就坐火车回 好可以 说的是火车不到乌苏 到奎屯 奎屯的不让外人进去 乌苏的不去奎屯接人 我们怎么办 等能等到什么时候了 我老婆不吃药 现在血相都低的 饭也吃不下 那么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让我们走就这么困难吗 没有病 我们也不会添麻烦 主要是有病人 经不起折腾 可能会出人命 难道就没有人 管生病的人的死活吗 希望看到的领导 能给我解决一下 感激不尽 这也是一个求救的帖子 还有一个四川的网友 遇到的情况也是很有代表性 可以说代表了疫情之下 中国底层人的一些绝望和无助 基本上是快走到绝路了 你看这个家庭 他说我目前在成都彭州市 樊江兰路161号 制选假日酒店集中隔离 隔离期间总费用是6000块钱 我只支付了一半的费用 因为实在是没有钱了 酒店说如果能出贫困证明 可以减少一些费用 但是社区不给他出贫困证明 说我们不够贫困 然后他就说了一下他家的情况 他说我父亲三年前跳楼自杀 抑郁症十年 花费无数 母亲有信用卡负债70万元 肝脏上有肿瘤 年纪接近60岁 每个月要换巨额的利息 我奶奶80岁 患有心脏病 关节炎 基本上不能走路 爷爷是外科大夫 急劳成疾已经去世十年 我回家为了入葬我的父亲 骨灰因为缺钱 三年没有入葬 家里又没有房产 墓地的钱都是找亲朋好友凑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也没有工作 我不知道什么样算是贫困 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帮助 而酒店工作人员声称 如果他不付剩下的一半的钱 就会扣留他 这也是没钱 没有收入 在这种疫情之下 也是非常极端走入了绝境 可以说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疫情中 有多少这样陷入绝境的家庭 求助无门 可以说基本上是无路可走 我看到的还有一个家庭 是在被隔离的时候 管理人员强制他们 每天吃不少的药 有西药 还有中药 一大堆药 让他们强制吃 当然也是要掏钱的 他们阿拉有严重的心脏病 还有一些其他的病 对这个药的反应非常之大 可以说吃这个药后 身体就越来越差 人都慢慢快不行 所以后面拒绝喝 但是还是被防疫人员 强行要求他们喝下去 逼着他们喝 你不喝 你这个隔离永无止境 而且自己付费 可以说这些都是中国防疫中 一个一个的非常真实的案例 确实 如果说只出现一个两个 还可以说是个例 但是现在看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这个政府可以说 根本就没有把老百姓当人在看待 而是当动物在管理 当集中营里面的动物在管理 而最近借助疫情的民意 在全国抓人的地方 也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北京昨天的消息 有一对父子是开车进北京 只是因为隐瞒了去过疫情 中等高等风险地区 结果就被抓了 被抓不是简单的拘留 可能是要判刑的 这是刑拘叫做 北京城的领导 他们的人身安全是必须要保证的 对于这些狗腿子们来说 对不对 没有事情比这些所谓的领导的安全 更重要在他们眼里 所以这些不符合他们要求进城的人 他觉得给北京的领导是带来了威胁 可以说没有层层的审查把关 北京外的人现在要想进北京 门都没有北京现在是连一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都到了这样一个变态的程度 这还是在一个中国之内 而内蒙古的阿拉善蒙的一个书记 更是放狠话 要求所有人员足不出户 对街上的闲杂人等 要见一个抓一个 这个话说的是杀气腾腾 而且以后可能会越抓越多 越是防不住病毒就越要抓人 还会不停开除地方的官员当替罪养 而且还有折腾老百姓 对不对 所以这个现在在海内外都是热船 建一个抓一个 可以看出中国法西斯防疫的一种极端和恐怖 那么现在封城可以说 已经沉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山东日照发现了四个新冠病 就是一家人都被感染了 然后山东日照 封城 封校区 全民核酸 抢购物资白菜被炒成了天价 这是一个城市 还有了兰州 一周累计时有39个病例 这次的疫情主要是在兰州到那边旅游的 所以兰州现在是重灾区 兰州也是封城了 封全部的小区 为了30多个病例 封掉一座400多万人口的城市 可以说成了世界的一个奇闻 全世界现在又只有中国在这么搞了 到今年的冬天和明年的春天 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城市被封掉到中国 那么中国人的劫烂 我觉得还是刚刚开始的 大家想想 现在本来中国国内就是油荒 电荒 煤荒 对不对 没有取缆的 封在家里面 所以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人 每个人可以说都将体验到在家里面坐牢的感觉 到时候这些都不是新闻的 而现在很多海外的华人的国内就算是父母去世都不敢回去 因为前天有个回去的人发帖 说他父亲病危 他想赶回去见最后一命 尽管很多人劝他不要回去 但是他还是执意回去 结果回去就后悔了 他落地中国之后 他就想开车直接回去 说是特殊情况 向有关部门申请 结果防御部门死活是不放他 必须要隔离 对不对 你不能例外 非要隔离21天 结果只隔离了8天左右 他的父亲等不到他 然后撒手就走了 等隔离结束之后回家 基本上人早就是下葬了 对不对 见 更不要说见最后一面了 所以大家看看以上的情况 中国这种操作还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可能只能算是一个大的集中营的管理模式 对不对 非常惨 老百姓在这种管理体制下 可以说都是当动物一样在管理 强制灌药 强制隔离 对不对 不管你有没有收入 饿死 冻死 都和他们没关系 但是他们的政策要执行 云南瑞丽的今天 可能就是中国人的明天 到时可以说整个中国 我觉得都会变成一个大的监狱的 而且高高的围墙 你根本爬都爬不出去的 而困在里面的人 我觉得可能只是会自生自灭 没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些疫情严重的地区 或者说可能会爆发疫情的地区的人 你一定要留一条退路给自己 就是一看形势不对 你必须要想办法带你的勤家 能撤走 能离开这里 至少是往中国好一点的地方去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出国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路 当然现在出国已经非常困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最坏的情况下 做一些最坏的打算 至少给自己留一点点的退路 否则你像瑞尼这种封城 可以说到时候真被困在里面 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宁的 而未来的可能 中国所有的地方 很可能都会实行瑞尼的这种模式 实行这种内蒙古阿拉善蒙的这种模式 建一个抓一个 街上不得有闲杂人员 大家想想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城市多恐怖 对不对 到那时你真想再出来 可能说基本上已经晚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 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佳琴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 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 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 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洒网 各国移民 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 客户办理经验 已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治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远离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接下来收听 再见